直接RUN好像看起來沒問題 但是實際上一RUN發現奇怪什麼 它抓不到東西 那仔細看你會發現會有幾個地方 是其實跟剛剛不一樣的 首先的話你會發現 我蠻喜歡這個JsonEdit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你會發現 它其實會幫你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好處就是說 它如果在同一階的話 它都會幫我怎麼樣 放在這一條線上面 那如果說下一階的話 你會發現資料好像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它下一階好像後面下面的資料怎麼樣 它會向右邊縮排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個資料 跟前面有點類似地方 就是說前面好像這個是 這個key這個value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recall 這樣直接看好像以為 它會跟那個什麼susis 這個一樣是在同一階 但是直接仔細看你會發現 原來它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reRoute裡面的這一階 所以變成說我要進到這個地方 這個第一層之後的話 那如果還要抓到recall 必須還要再進到result這一階 的裡面哦 裡面之後才是這個第二階的key value 有沒有 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所以變成說 這邊呢是兩層的字典 真的是 當然未來你一定會遇到類似這種狀況 因為它可能有兩層 甚至還有三層的耶 然後甚至還遇到什麼 字典裡面有串列 或者串列裡面有字典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說 像之前csv很簡單 反正就切行 然後再切豆點就ok了 那這個的話 變成相對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有很多人 光看到這個jason就常常就卡住了 他以為要套公式 沒有啦 好像怎麼 所以你必須要分析 那我們怎麼分析 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啦 反正就按照步驟嘛 第一步的話 一定是把它下載 推這個網址給他 然後呢 我們先 先怎麼樣 先取出那個第一層的dict1 先把它print了 反正這個也沒辦法 就是偷懶 我們只能怎麼樣 先print了 第一關ok 可不可以過 他第一關可以過的話 那在第二關 那你會發現 第一關過了 所以他把這個 這個整個字典全部print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字典部分 這麼多 到這裡 ok 然後呢 他這個是第一個key 然後呢 value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key 然後第二個key裡面呢 還有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 這個是relaut的這個key 裡面還有一個 大瓜糊 那實際上這個 這個recoach 其實是放在這一層 所以我們必須什麼 抓到之後的話 接下來做什麼 再去dict裡面去抓 抓這個relaut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底下 再做什麼呢 這個print先關掉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增加一個 抓什麼呢 抓result的這個 這個key哦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第一個字典去抓 但是前面的名稱 也回來還是字典 因為後面是大瓜糊 所以我前面這個變數名稱 我就取名稱叫dict2 我的習慣 反正第一個是1 第一個字典 然後第一個字典裡面 還有一個字典 就dict2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一樣print的出來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就往前走 如果沒有 那就繼續看一下哪邊有錯啦 其實程式就這樣寫出來的 然後把它print了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print的結果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上面東西很亂 我建議你可以記一個指令 叫cls cls就是清掉這個裡面的東西 你在print的 不然你有時候print的太多 你根本不知道print到哪裡 好 然後呢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realt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要 對 這個 第一個 它的key是什麼 第一個key就是 所以你 當然你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這個 jsonedit 這一層裡面 有沒有 它還幫你縮排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理論上它是在第五個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呢 可以再針對這個什麼呢 這個dict2 裡面就會可以找到recode 所以把這個recode放過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再把這個 我們就是再把這個 這個 蓋掉了 然後dict2 裡面的話 再去get什麼 get這個recode 也就是它後面的串列了 然後呢把它放在 這個時候就把它 因為它裡面後面是大瓜糊 所以我習慣 第一個就list in 好啊 所以哦 它就幫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裡面哦 有沒有 這個是中國阿虎嘛 看這個可能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哪裡 看這邊 有沒有 中國阿虎嘛 串列 然後裡面就是 在這個串列裡面呢 就是一個一個的什麼呢 字典 所以哦 這個就是可以用剛剛的方法了 OK 所以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recode 然後抓到list1之後 然後呢 再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 是for each的哦 for each字典 因為在串列裡面的每一個字典 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然後並且一樣轉成list2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好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哦 這個地方的話呢 print的結果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就是一個像剛剛一樣的結果就出來了 但是呢 其實哦 這邊好像有一些東西是多的 你會發現哦 他好像後面這些 他丟了一些 這怪怪的東西是什麼 這後面好像要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像四個這個不要 另外的話呢 第一個好像也不要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 第一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蘭惠名稱 所以假如說這些 這些資料裡面哦 尾巴四個不要 開頭一個不要 因為第一個是蘭惠名稱 所以如果你將來會需要寫到資料庫的話 那你可以改一下 改什麼 這個地方就不能用for each了 這個是for each的寫法哦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for for什麼呢 就是另外一種寫法哦 上面的寫法是全部 下面的寫法就是前面講的for i in range 你們還有印象嗎 然後從第幾個 理論上從零開始 可是我零不要 那從一開始 逗點 到全部的 全部的那個什麼呢 全部的串列 總長度用len串 全部這麼多個 但是尾巴那幾個呢 尾巴有四個我不要 所以你知道 減四就好了 OK 這樣尾巴四個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看到 這個頭不要對不對 就是可以改成一 然後尾巴四個 這四個不要 有沒有 一 二 三 四個 那就可以改成這樣這樣 有沒有 上面是for each 是全部 這種寫法 就是可以 寫錯位置 應該是減這裡 好 試一下 那理論上呢 最後這邊掃個冒號 這個範圍 執行一下 en taken 我這邊掃 放錯位置 應該放在這裡才對 len 然後減四 然後這個value 沒有錯 OK好 執行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還有了 這個地方要改 這個的話就要改成什麼 應該是這個 這個地方就要改成什麼 這個地方就要改成什麼 改成 list 第幾個 這邊要改成 i OK 你就不能 放那個剛剛的這個 di cd 你就要改成什麼 list 裡面 list 1 裡面的第幾個 然後它的value 抓過來就轉到丟到list 2 裡面去 OK來試一下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應該就避開第一個 那應該就避開第一個 全部 分正一下 應該 裡面的第幾個 所以我們剛剛是把這個丟到list 那這邊的話是 取到它裡面 的 資料 OK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去掉頭跟去掉尾巴 四個的話 這也只是 改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di cd 2 然後 get 所以它這個 recourse變成差勢在 reout 裡面的recourse 所以就多一層 那多一層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把它抓出來就OK了 然後 後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需要去 去頭去尾 去尾 所以去頭的話呢 就是 你就不能用for each的 你就變成 你要for i 然後in range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的寫法 就是全部都要的意思 每個都要 OK for each的寫法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你會有一個範圍 OK 那不過呢 當然呢 如果全部都要 其實你會發現 比較簡短 但是它缺點是 它就不能夠 設定範圍了 如果你要設定範圍 像我們剛剛 頭不要 尾巴四個不要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原來是0 改成1 然後後面的話呢 長度 總長度有沒有 這個串列長度 減掉四個 然後最後的話 一樣 就把這個串列裡面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呢 都是字典 然後取字典裡面的values 所以特別叫點values 然後呢 把它轉換成 串列 丟給lis 2 把它print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右邊看到的 那等於是頭沒有了 沒有的話理論上 它就不會有欄位名稱 那剛剛尾巴會有四個多的 一樣也是 可以把它去掉 我把它先清掉 cls enter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剛剛會看到前面會有那個欄位名稱 那我們看一下 尾巴這個四個不見了 然後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也不見了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如果有一個list 2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再把這個資料 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後面資料庫部分呢 我就不做練習 你們就試試看 可以把那個什麼 人口密度這個資料 丟到資料庫裡面看看 總共有 一樣有幾個欄位 有五個欄位有沒有 那一樣有ABCDE嘛 然後就insert into就可以了 畫面下還給各位試試看 不過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SV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christen to csv 這個需求也蠻大的 因為未來你會發現 工程師跟一般使用者 的橋樑 就是你需要怎麼樣 幫你要轉換一下吧 OK不然的話 以後有些廠商 他就是直接給你jason 但是一般user你說真的 對他來說jason簡直是 天書一樣有沒有 所以呢你如果假設 你可以把jason 剛剛的jason有沒有 轉成CSV存檔 然後呢 一般使用者呢 他只要開 就可以開得起來的話 那這樣其實對他來說很方便嘛 那只是要怎麼做 這個應該前面有寫過吧 大家回想一下 那其實主要是怎麼樣 第一個 我們一樣是 需要把那個什麼 CSV 他的 前面一定 第一列一定是藍位名稱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他的資料 資料跟資料中間加鬥點 尾巴換行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呢我們第一個需要 把剛剛講的這個東西的字串 串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在呼叫那個檔案物件 有沒有檔案物件 可以指定一個檔名 然後 模式的話是w模式 寫出去 然後最後用write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字串 寫到那個write的後面 這樣子的話就存檔 最後記得 f.close 把它關掉就可以寫出去了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想想看 那 剛剛這個程式如果假設你 比較 有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 我有把它貼到雲丹白板第18頁 第18頁部分 那其實比較關鍵的應該是在 這個 把它放大一下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get resout的這個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get resout 那等於是說它變成兩層 所以未來如果你假設 遇到那個 Jason格式可能有兩層你就抓兩次 那如果三層你就抓三次 反正看它有幾層你就抓幾次 就這樣而已 但是這個對有一些人來說 哇 確實是頭很痛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藥靈抓到 以後管它幾層 你幾層我就照幾層嘛 我就是你怎麼做 那我就怎麼去配合你的那個格式 我就倒到我要的容器裡面 再繼續倒 反正就最後可以抓到我要的東西就好了 至於你那個格式是什麼樣 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 你愛怎麼 怎麼去變 我就怎麼 怎麼去 你變我也跟著變 沒關係 OK 試試看 那有關那個 Jason資料的截取 如果你覺得這個還不夠 其實我跟各位講 開放資料裡面 有一萬多個這個檔案可以練習 如果你每個都練習過 還有啊 第二個熱門的是什麼 iTaiwan 哪個地方有免費的WiFi 這個應該還蠻好用的 這個免費WiFi 我這樣看應該是不是有 應該是不是還有含什麼 含那個GPA 含那個 經緯度的坐標 我不確定 這個我現在沒開過 那也許第一個你也可以先開一下那個什麼 用那個CSV先開一下 不過看起來他這些好像都是 CS 這個 定存新檔 他這個好像都是UTF8 所以我先把它轉成ANSI 然後再開一下 看一下 他的位置 所以他提供的位置是什麼 熱點的名稱跟他的地址 甚至呢他也提供經緯度 而且如果有經緯度的話 甚至可以配合Google map 或者是可以配合那個 Power BI裡面其實也有那個map 也有地圖 甚至你可以把它畫在地圖上面 然後呢你還可以做泡泡圖 哪個地方的那個Wi-Fi最多 他會 越大一個那個泡泡 OK那就很清楚了 這個其實還蠻多可以用的 所以你如果要配合Power BI有沒有 其實把這個CSV位給他就好了 好 那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剛剛講過 像這個第二個你也可以練習看看 這個的話 他裡面總共也是會有 1 2 3 4 5 6個欄位 提供這些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將來你們如果要 總共有9759個 Wi-Fi熱點 各縣市都有 現在還蠻不錯的 OK 那 那 將來甚至可以結合那個 Google Map 或者是Power BI Map 都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如果說這個資料CSV我們知道之後 你可以再 再去開啟那個另外一個他有一個json 他json是長這樣 那這個當然 如果你看 看這樣很痛苦的 Ctrl A Ctrl C 然後再把它貼到這邊 Ctrl A Ctrl V 把它貼到那個json edit online然後最後把它格式化看一下 不過那個json added online有一個缺點就是如果你資料量太多他會卡卡的 為什麼因為你貼他資料還要傳過去 然後還要再做一個轉換 不過 看起來好像 好像也OK啦 至少 總比你那個很痛苦的看資料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不錯了 再來的話我們分析他的結構 他最外面你會發現 哇有沒有 他就不是大瓜糊了 他是 什麼呢 他是中瓜糊 你會發現 同樣是json 他的變化有如此之大 然後中瓜糊裡面的話 就是裡面的大瓜糊 然後加豆點 大瓜糊加豆點 那等於是第1個第2個第3個 裡面總共會有 6個value我們需要 有沒有 所以這要怎麼抓 外面是大 不是大瓜糊 中瓜糊 OK 所以這要見招拆招了 這簡直是 蠻好的測驗的 所以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熱門的那個 Jason格式的檔案 通通可以下載下來 那表示你Jason這個爬蟲應該是 以後遇到這個Jason 對你來說都是 小菜一碟啦 OK 非常簡單的事情 好 試試看吧 這個 好 都是活的 那跟各位講 爬蟲有一點比較討厭的地方 就是這些資料 他不見得永遠都在那邊 而且有的時候 現在看得到 過一段時間他把它下架 像我之前上課的時候常常這樣 我這一期這樣講 如果下一期我要練習的時候 他連結就給你拿掉了 那變成怎樣 我又要重新再找一個範例了 不過現在我已經很習慣了 因為反正就見招拆招嘛 我們其實也沒有所謂的一定要怎麼樣套用 反正我看到什麼 我就是想辦法去把那個東西抓下來就對了 那爬蟲也是這樣子 他其實也沒有所謂的 太固定的一個標準的 答案 因為畢竟這個資料是在別人那邊 那至於別人要怎麼放 那個形式 我們也不能夠 去限制 這變成有時候就是說 他怎麼 給我們又怎麼抓吧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這個資料也許可以再練習看看 好 好